柯南里最神秘的人物 若霞刘美这个人 相信各位粉丝都有所见识 身份极其神秘 一度被人猜测为浅香 武力值也是一个问号 第一次登场就来了个夏马威 还多次引导柯南推理 接下来便是他开局就王炸的登场 柯南一起人日常来上课 带小林老师带了一个陌生女人过来 说是新来的副班主任 看起来文文寂静的有点害羞 她的名字叫若霞刘美 行为呆头呆脑的 看起来很笨的样子 谁能想到她未来是贯穿主线的重量级人物 柯南两人也没有去在意她 若霞找到他们 说办公室的石灰给用完了 不知道哪里有新的 柯南告诉她学校的旧仓库有 但是听说那里有被饿死的老师 一个人是完全不敢去 没办法 只有撒娇让他们一起去 然后一群人赶了过来 已经是个非常破继的仓库了 柯南不经意说了句 十年前就这样了 引得大家十分好奇 她说入学典礼校长说的 但柯南明明是转校过来的 一旁的若霞也听到了这些 当柯南触碰到门把守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好像是谁在说话 依然硬着头皮打开了 荒废太久 灯肯定是打不开了 不过好在有博士的侦探必赞 柯南注意到地下室的门 铁锈脱落的痕迹还很新 看样子有人来过这里 难得这里就是关着那个饿死老师的地方吗 当打开地下室的门后 竟然真的有具骸骨 原来那个传说是真的 然后让若霞去联系警察 从现场来看 死亡差不多有十年了 手上还握着什么纸条 上面的字迹 让他回想起了小车的事情 当时他和小南原来见过这纸条 想解开不过被一个男人给阻止了 那则案件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 但警方就觉得是因为不小心踩空导致的 所以简单交代后就收对了 此时校长过来插了一句 说是十年前警察也来了一次 当时有个四人强盗团 抢及了两翼的黄金后逃走 之后有人目击到他们闯进学校 但之后就不知道他们行踪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 回到教室的柯南极力破解着暗号 但尝试了各种方法都被破解出来 此时小林和若霞老师赶了过来 他似乎很在意柯南这里 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课程表给划破了 柯南一下回想起 刚才在仓库也捡到了一张课程表 当他拿过来研究后 一下就发现了端倪 若霞也轻微地离开了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原来那是一张暗号提示表 经过不懈努力后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但是还查最后一部关键的翻译 若霞又走过来拜托他们 陪自己把石灰拿过来 然后又来到了这里 里面乱七八糟的有人来过一样 很可能是之前的歹徒 看到警方新闻后又来到这里 还可能躲在地下室里 为了不让若霞害怕 还把麻醉枪展示给他看 当柯南在焦头烂额的时候 若霞给他们开了个小玩笑 一下就把柯南给点醒了 瞬间就得知了真相 暗号大概意思就是 今晚12点尽快藏在了这里的石灰车里 但此时有人已经盯上了他们 众人愈好晚上守住戴兔 果不其然来了三人 当歹徒们来到地下室 正好被他们抓得正早 但是没注意到还有一个人没下来 一棒就把白鸟敲晕过去 剩下的几人也被看住了 让他们自觉滚进地下室 不过轮到若霞的手 脚下一滑 顺势就解决了一个人 克兰还以为他出事了 但此时的若霞就像战神上身一样 还把弄起来了手中的武器 让他们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 当克兰打开门后 看到若霞一阵乱灰木棒 歹徒居然被他一个人给干掉了 第一次登场就这么意外 可想而知他可不是什么普通人